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配置文件当中呢 我们配置了musically 那musically呢 使用的是构造函数注入的方式 我们还配置了compact disk类 那这里面使用的也是构造函数注入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又配置了cdplayer类 那么也使用的是构造函数的注入的方式 另外呢 在构造函数的这种注入方式当中呢 我们还使用了c名称空间的这种注入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属性注入了 那属性注入它所依赖的并不是构造函数了 而是我们类当中的set方法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呢 就是为我们的music这个类做一个属性注入 所以呢 我们首先在music这个类当中呢 检查一下我们的set方法 我们都已经生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set方法当中添加一些打印输出的语句 便于我们后面进行调试 在this.toStream 在当前的这个对象当中呢 我们注入title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打印输出语句 接下来呢 我们在setDuation这个方法当中呢 也做一个同样的输出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在music这个方法当中呢 做一个打印输出 music的构造函数 好 我们把当前的这个hashicode打印出来 这是music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我们的xml当中配置我们的music这个并对象 那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xml文件已经配了好多关于构造函数的一个并对象了 所以呢 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个重命名 叫constructor 好 那这个就作为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了哈 所以我们这堂课呢 要新建一个xml的一个配准件 我们new一个xml configuration file 然后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applicationcontextproperty.xml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新创建的xml配准件 那么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并节点配置一个music对象 那么它的class属性呢 我们配置到music 好 这一次呢 我们选择用set方法来进行依赖注入 所以呢 这次我们选择使用property这个元素 那property这个元素呢 有一个name属性 那name属性里面呢 就是我们music这个类的属性的名字 那music这个类当中呢 有两个属性 第一个是title 第二个是duration 所以说我们分别的来配置一下 好 那么如果我们属性的值呢 是一个引用的话 我们就要用ref这个属性的名字来指定另外一个对象的引用 那现在我们属性呢 是一个简单类型的字符串值 所以呢 我们用value就可以了 这个value我们写一个告白气球 所以呢 第二个property name 我们duation时长value 我们给它指定的215秒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一个并对向的一个依赖注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用property这个属性 再创建我们第二个并对向 我再写一首歌 叫爱情废柴 然后duation呢 是305秒 这样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XML的配置文件当中 创建了两个music对象 每个music对象呢 都有不同的title和duation属性 那么这个地方要特别的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里面的title和duation呢 它是我们music这个类的属性 而不是私有的成员变量 那属性和私有的成员变量 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music.java这个类 我们说第五行和第六行 这两个位置声明的呢 是私有的成员变量 所以它的私有的成员变量的名字呢 是title和duation 那么第十二行 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了一个set方法 set方法里面 如果把set去掉 然后将set后面的第一个字母变为小写 那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我们music的属性的名字 那因为我们的set方法是自动生成的 所以默认情况下 我们属性的名字和私有成员变量的名字 其实是一致的 当然了 属性的名字和私有成员变量的名字也可以不一致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写settitle1 那我们的属性的名字呢 就应该是title1 那所以呢 在XML配置文件当中 你会发现这里面的title直接就飙红了 证明它在music这个类当中 并没有成功的找到名字为title的属性 当你写title1的时候 这样的配置呢 就是成功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属性的名字和成员变量的名字给它区分开 好 我们再把这个地方给它恢复回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测试目录当中新建一个测试类 来测试一下目前为止我们的Spring容器当中新创建出来的这两个对象 所以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apptest 好 那么初始化的环境呢和之前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XML文件的名字改一下 那这回呢 我们要加载的是applicationcontext-property.xml这文件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测试方法 好 只要我们有一个空的测试方法 并且加载了这个XML配置文件 那么容器当中的所有配置的对象呢 就都会被初始化出来 所以呢 我们完全可以现在呢就执行一下这个测试方法 那你会发现我们容器当中创建了两个music对象 所以呢 我们就打印了两个music的构造函数的这样的一个输出 那music构造函数的输出之后呢 它就使用了set方法对title属性和duation属性做了依赖注入 所以呢 这两个set方法也被成功的执行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music类使用set方法进行的一个属性注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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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